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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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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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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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是一个助攻 是一个传球性质的 我觉得 杜博昌 把球救回来 我们看确实 四中这边今天 可能一上来 也的确没有意识到 新华索给到这么强的防守强度 是 王立拖 中距离怎么样 谈进 杨西浩 最能影响他们的因素是什么 哦 犯规了 犯规了 好凶啊 真的会凶啊 是 这个18号也很凶 是 杨西浩 杨西浩 对对对 哦 好 接下来清风促 大龙一针见血 南海吧 连续的虚幻报告 凯莲还完完 哦 邵四娘 好 但他说是这么说 但是自己也默默地开始做力量 对 一 三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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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哨了 是 造成反规 这个战术很有效 嗯 很有效 我发现清华富的这一次 这场比赛这个传球非常的流畅 对 真的就是默默地固在他们中间 王晨三分 真高啊 背貌 再起 漂亮 二加一 好球 漂亮 杨西浩 那现在我们看这段时间 因为清华富中对于四中游七七的这种侵略性 让四中逐渐在比分上又处于劣势了 是 现在是四十比三十六 杨肖现在得分九分也抢到九个篮板 还是往里脱 因为现在其实清华富始终保持场上的高度 王子鹏 好球 好球 很耐心那球打得很耐心 回一点 中途没有弹劫佳勋 打击的佳勋 要把球传起来 白白这次出击篮下 又抢到篮板 篮板太够了 太够了 又抢出篮下 又抢出篮下 和篮下 再打出七分 七分 到达到了 要快输到两分 要快输到两分 但是能够打进 没有 抢到篮板 被冒了 被冒下来 大家看时间 时间要走完了 把比赛用过半场 比赛结束 绕温 恭喜清华富中 他们以62比56 6分的差距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 就是清华富中的18号杨夕好 杨夕好 你好 跟我们同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可能很激动 前两年我们都是在这个 同样的场地上 你们两度输给了北京四周 今天你们终于复仇成功了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真的 真是非常激动 OK 我们知道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以非常强的防守强度 给北京四周一个 类似于打猫那种状态 但之后曾经有三度 被他们搬回比分 那个时候你们队员里包括教练 都是怎么跟你们说之后的战术部署 那一会我们教练一直让我们 一直抓防守 进攻可以不打 但是必须防下来 然后尤其是杜博超那一块 重点防守 然后不能让他们进内线 然后打进 你觉得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 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最难一点就是 我们就是防守 好多防守 然后成功防下来 但是特别多的失误 然后比分打得非常胶着 然后心态可能比较低沉 OK那 我知道你们你的最后一期封盖 可以说是杀死了比赛 你觉得那一刻 你心里在想什么 就那一刻就想让我们赢了 然后努力没有白费 然后感谢张导 OK那在这里也是非常恭喜 这次能够复仇成功夺得了 2018-2019 耐克高中篮球联赛的冠军 谢谢你恭喜 谢谢